忍者之间的争斗一般是忍术为主体术为伏 忍术的类型在火影中又分为了好几种 首先是常见的五顿忍术 五顿分别指风 水 雷 火 土 五顿忍术之间相互克制 也就是说掌握越多顿术的人在战斗中就会更有优势 五顿忍术之上是血迹忍术 包括血迹陷剑 血迹淘汰 血迹网罗 越往上越强 另外还有各种竞术和秘术 这两项在战斗中同样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繁多的忍术中 挑选出六个保命能力最强的忍术 以及与之相反的杀伤力最为致命的六个忍术 排名不分先后 看看能够入围的忍术是否都符合你心中所想的 首先来看保命能力最强的六个忍术 第一个与之波加的伊邪纳奇 伊邪纳奇的作用想必不用我多说了 这是一个能将一切对于数者不利的因素 包括死亡都能全部化为虚有的忍术 如果可以定义的话 我认为这个数应该属于是能将现实转换为虚幻的幻术 代价是消耗一定的查克拉以及一只血人眼永久失明 相对于自己的性命来说 这是值得的 火影中用过伊邪纳奇的人相对来说并不算少 除了团葬之外 其他使用过的人几乎都将伊邪纳奇的作用发挥到了最大化 比如斑 利用伊邪纳奇实实在在地在和柱坚的终结古一战之后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一个人偷偷猥琐发育开轮回眼 骗得柱坚为他悲伤过度早早离开了人世 代价也用了伊邪纳奇 成功躲过了小南的六千亿起报复轰炸 这是小组织的全部家当 极尽华丽的十分钟 所以代价这个伊邪纳奇用得非常值 同时还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 干掉了小南 另外在又给佐柱介绍伊邪纳美的时候 也顺带介绍了伊邪纳奇这个人数的起用 曾经与制播也有很多族人掌握了这个人数 他们能随意改变一场大战胜负的阶约 将死去的队友全部复活 所以拿血轮眼当复活必使用的团葬 还真是暴天天物 不过伊邪纳奇也有致命缺点 那就是没法防住意外突发的事件 只能提前发动才能有效地避免伤害 所以可预见的不可抵挡的伤害 用伊邪纳奇完全没问题 而像黑爵掏心之类的偷袭伊邪纳奇就没有作用 因为根本来不及发动 第二个秘术水化之术 水化之术是鬼灯一族的秘术 代表使用者是鬼灯水月 修炼之后可以随意将肉体液化 近乎免疫一切物理攻击 而且最为bug是水化之术 只要炼成之后 基本上就会演化成为一种能力 随时随地可以发动 就算是遇到偷袭或者出气不意的攻击 在忍者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水化之术依旧会自动发动 而且不消耗查克拉或者消耗极少的查克拉 而这一招除了能够轻易回避近战中的攻击之外 还能用于潜入建筑物内观察敌情 以及在液化状态下突然抱起袭击对手等等 尤其是在水中的时候 曾经水月就将液化的身体融合进水中 发动水盾损物帽子 多次挡住了八尾的普攻 虽然鬼灯水月与八尾的战斗力没法比 但它却能够在八尾的尾兽炮攻击之下活下来 这就印证了水化之术的保命能力 当然了 忍术都有着各自的缺点 而水化之术的缺点就是害怕雷盾和封印术 不过这也只是害怕而已 我想除了灵魂层面的竞术攻击 应该没有能杀死水月的忍术了 如果是你 第三个秘术地怨鱼 使用者角都 地怨鱼是龙忍村的秘术 同鬼灯一族的水化之术一样 变成之后就会演变成为自己的能力 无需特意发动 这一招可以用查克拉操控体内释放出的黑色触手攻击敌人 同时还能变成各种适合攻击的形态 由于身体中只有触须和心脏 所以想要杀死角都的唯一方法就是破坏他的心脏 可是这并不容易 角都拥有五颗心脏 这些心脏都是他利用秘术地怨鱼从其他人体内夺取而来 用坏了就继续去掠夺 而且他还可以将心脏单独分给一体的五脸怪 四只五脸怪也因此都掌握了心脏主人生前的盾数 所以五颗心脏就让角都精通了五种盾数 精通五种盾数和掌握五种盾数的概念完全不同 比如卡卡西同样掌握了五种盾数 可他精通的只有两种 那就是雷盾和土盾 继续说回地怨鱼的保密能力 显然除了针对心脏的致命伤 其他例如砍头的攻击对角都都是无效的 角都能从初代火影的时代活到了五代火影这一代 就是地怨与保命技能的最好证明 可惜最后碰上了名人刚炼成的风盾螺旋手里剑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遇到主角角都就只能自认倒霉吧 其实角都如果每一场战斗都够谨慎的话 他还有一种保命手段 那就是分出一只五脸怪隐藏于敌人难以发现的案子 这样就算是本体以及另外三颗心脏全被盖掉 依靠另一只五脸怪体内的心脏角度依然还能活过来 第四个无尘迷赛 这个树大家可能感到有些陌生 此树正是二代土影无的树 这一招赋予了二代土影极为强大的隐身能力 相比之下月光疾风的透盾在他面前就显得小壳了 二代土影也因为这个忍术获得了无人的称号 在第四次人界大战的时候 他和二代神影三代人 四代封影一起被惠图转身到大战战场 结果最后其他几位影都被封印了 就他一人依靠这个忍术一只狗刀了又解除了惠图转身之时 在大战战场上即将被名人打爬封印的时候 他正是在这一招的基础上使用了分裂之术成功分出了另一半逃了出去 要知道此刻的精神名人感知能力是接近无敌的 连恶意都能感知得到 可是却完全没有发现隐身的二代土影 这完美诠释了这一招的保命能力 不过话说 全身都缠满了绷带的二代土影上厕所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靠着无尘迷赛的隐身来避免尴尬的 只要咬一口他的皮肤就能迅速恢复自己的查克拉和伤势 效果非常强 所以哪怕向林没刚手那么大 我也愿意称他为忍戒最强奶妈 因为他可以奶刚手 忍戒大战时气怜身体被截断成两段的刚手 他都能将他瞬间恢复完好 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 向林不仅能奶别人 还可以奶自己 忍戒大战中在中了白绝阿飞的千叉之术时 他咬住自己手臂竟然就直接恢复了伤害 把队友都看待了 难道向林是将查克拉存在皮肤里面的吗 另外佐助当初将向林和团葬一起刺穿时 团葬都死了 但向林依旧顽强强地活了下来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这个忍术的保命能力有多强 不过再强的忍术缺少查克拉就会失去效果 向林一旦被吸干了查克拉 这招就会失去作用 第六个大蛇丸的流涕身术 说起保命忍术如果不提提蛇叔 那就是没看过活影了 原本替身术只是一招最基础的保命忍术 下忍就能掌握 可以在卡卡西的战斗中经常看见 而大蛇丸流涕身术可以说是替身术中的巅峰 他能在不需要提前准备替身术的前提下 就能够用自己外部的身体作为替身 如同褪皮一般从口中转移自己的本体 大蛇丸常用这一招来快速脱身 使用的时候不仅不需要结硬 还能够顺带恢复受到的外伤 加上大蛇丸还有天之骤印 里面存着自己的灵魂分身 所以活影后期也就有了想要打败蛇叔龙 想要干掉它却几乎不可能的传言 说完最强的六个保命忍术 接下来就说说活影中出现过的 杀伤力最为致命的忍术 那么在这六个忍术的攻击之下 这些保命手段还能有用吗 首先第一个试鬼封镜 试鬼封镜是来自主攻封印术的漩涡一组 其最为恐怖之处在于 献祭自身召唤出死神为自己所 想想一个神级别的存在 它发动的攻击对于肉体繁胎的忍者来说 该如何防御下来 不过再强这也只是忍术的范围 发动时和使用者的体力和查克拉量有关 多风水门能切掉半只九尾 而三代只能切除大蛇丸的一双手 但是不管怎么说 死神的屠刀都是无法抵挡的 你能想出挡住死神攻击的忍术吗 第二个供杀灰 这是灰叶的血迹网络忍术 在忍术中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存在 它能如同军马驴那般从体内伸出灰色的骨头 一旦被这些骨头刺中 基本上就只有等死的结局 戴土中了这一招之时 明远使用杨盾都没能将它救回来 眼睁睁看它化为尘埃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对付共杀灰骨唯一的办法 就是有孤远逃多远 即使是完全体虚左能孤 也只有被它刺穿的命运 面对它只有神威才能如鱼得水的吧 第三个无限阅毒 这是一个超级大幻术 想必也是大家最为熟知的幻术 毕竟是曾经斑和戴土一生的目标 中了无限阅毒之后的结局 是会变成白绝 沦为灰叶的傀儡以及查克拉的来源 唯一能挡住无限阅毒的 只有同样开启了轮回岩的阻挡 在颁发动无限阅毒的时候 如果不是佐助急忙将众人全部护走 可能这个世界上最终 就只有佐助和灰叶决斗了 第四个明远的重粒子模式 这是九尾最终的杀手解 原理很科学 看来随着木叶这几年的科技进步 九尾也没白活 这一招参考的是 太阳和聚变产生能量的原理 九尾将自身的查克拉 与名人的查克拉融合产生新能量 这种通过消耗原有的查克拉 产生出新的查克拉的方式 可以在瞬间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当接触敌人身体时 这股新的力量 便会迅速燃烧消耗敌人的查克拉 像核辐射一样不断侵蚀敌人肉体 这个状态之下 不管是六道躯体还是大捅木之躯 寿命一样都会急速衰减 最后化为积粉而亡 而且重粒子模式下 由于产生了大量的新型查克拉 所以名人的力量和速度 都会大幅度提升 感知能力也大大提高 超越了以往的任何形态 不过这一招的代价 是燃烧尽九尾的生命 不可燃的博人 转在这一瞬间燃了起来 第五个虚左能呼十全剑 这是又在虚左能呼状态之下 能使用出的神器 即使是大蛇丸曾经也眼缠无比 不过那时他还不知道 这是万花筒中诞生的力量 所以他找了很多地方 始终没有找到这把传说之剑 而最后也正是这把剑 直接破了大蛇丸杀不死的传言 如果不是红豆身上 还有一个天之骤印 大蛇丸是真挂了 最后会吐长门 也是被又用十全剑一剑带走 一出手就是针对灵魂层面的攻击 你认为这一招该怎样才能防住呢 毕竟被十全剑抓住 就只有等死的结局 第六个灵化之术 灵化之术是刚守的前男友 加藤段掌握的竞术 同样也是针对灵魂层面的攻击 虽然没见过他使用 但光听描述就不得了 将自己灵化成活的灵魂 无视距离穿梭并杀害敌人 还能控制对方身体 和进入他人精神世界 这一招被誉为是能让术者的灵魂 离开身体的S级灵魂人数 术者将精神与肉体分离 化作灵体 附身在敌人身上 让敌人的精神从内部崩溃而死 所以如果面对这样的攻击 又该如何能够抵挡呢 总之以上就是我整理出的 火影之中最强的六个保命人数 和最致命的六个攻击型人数 不知道是否符合大家心中的观点 欢迎评论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爆肝的动力 拜拜